善案论第66条 你如果遇到这种情形 就必须要处方了 就要开处方了 攻下以后你又给他发汗 病人呢出现了 昼日烦躁不得眠 我每次跟周围讲 我们最怕烦躁 你看那个 我们如果说这个医院里面 那个安宁病房 他们说安宁病房就是说你差不多了嘛 就可以放到安宁病房 实际上安宁病房应该叫做烦躁病房 因为病人死之前都在烦躁 手脚动了动了动了 一时烦躁手脚在那边晃动 应该叫烦躁病房 病房就对了 烦躁就是危险 烦躁不得眠 白天昼日夜而安静 如果你是病只有发在白天 晚上很正常 白天是阳 晚上是阴 没有呕 没有渴 没有表证 麦又成为身无大热者 就是这很简单 这就是阳虚嘛 因为你没有呕 代表胃没有问题啊 又没有渴 又没有造成身体的伤害 因为你代表下之后 又发汗 并没有真正的 这个 伤害到阳虚而已 好 没有表证 麦又成为 原来是 发汗之前呢 供下之前麦是浮的 那麦沉下去了 那这种状况呢 就代表说 阳虚了 阳虚的时候呢 晚上就是很正常 只有白天 你看 他用干姜附纸烫 这干姜跟泡附纸 干姜呢 你不要真的开一两 他上面是写一两 你差不多是 我们在处方的时候 我们差不多开两千 就够了 两千 那泡腹子呢 也是两千 那泡的 对不起 是生腹子 生用去皮破八片 这里的腹子呢 为什么去皮 生用的腹子去皮 我们 我上词跟诸位讲过 生腹子我们在用的时候 好 我们平常有棉布包起来 因为里面有纤维 这纤维就在皮上面 那把皮 你把那个黑的皮刮 切掉以后 只留肉在里面的时候 没有关系 你不需要包 不需要棉布包 因为那个纤维都拿掉了 好 那 那肝浆是温中的 好 最主要是温胃 还有温肺 上胶的 好 那生腹子呢 好 为心阳 所以心脏力量不够的时候 我们用生腹子 好 还有命门火衰的时候 我们也用生腹子 好 那 这个 如果肾脏的阳不够了 好 张仲君就用泡腹子 泡腹子 好 那士尼汤症的时候 我们会用生腹子 为什么 因为心脏的阳不够 心脏的力量 心脏的阳不够 就是怎么讲的 就是心脏 搏动 蹦蹦的产生 你心里想心脏这样跳动 阳不足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阳够了 我的心脏是这样跳 速度是这样的 很热啊 你的心脏也是这样跳 但是你的心脏是这样的 摩擦力没有我那么好 所以摩擦力比较小 那心阳不够 那生腹子一下去就跟我一样跳了 但是速度还是一样 但是你麻黄不一样 麻黄发痒 发了痒 麻黄一看速度会加快 变成这样 生腹子不会 这两个不太一样 好 所以腹子拿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腹子长的样子 如果不要看它颜色 腹子长的样子就像心脏 但是你看到颜色是黑的 我们知道这个入肾 对不对 那肾脏里面呢有水 肾脏里面水很多 但是这个肾脏里面如果没有火 中瘟关里面 如果没有火的话 这个水是死水 水里面一定要有热 而这个水里面的热就是 腹子 那这个干姜腹子汤呢 好 是 这个 是补羊的 张宗女不补鹰 好 当你用肝脏腹子汤一下去以后 羊会回头 羊回来以后 鹰会自己会慢慢慢慢 回来 所以张宗女肝脏腹子两味药 他不会去加很多啊 生地啊 麦冬天冬啊 加一大堆滋鹰的药下去 他不会 就两味药而已 好 那这个干姜腹子汤呢 除了 好 我们上面可以跟诸位有 介绍一些好 这个 这个 明家 好开的像三阴方 好 像圣祭总路啊 三阴方 我们这个说三阴嘛 并有三个阴啊 内阴外阴和不内不外阴 好 那三阴方里面呢 好的 干姜腹子汤 那 外用 像小孩子 像圣祭总路里面说 父子产呢 好用父子跟干姜 来自窗 冻窗 冻窗 冻窗的时候 干姜腹子可以用 但是你光是外敷不够 外敷 你不要说啊老师 这个很好 我们以后小孩子冻窗 就给他敷这个粉 不行 到时候还是会截至 要内服使 当归士尼汤 我们介绍到当归士尼汤 再跟诸位详细介绍 好 所以你 那个方子外面的 医书呢 你可以看 但是 一定要 金方很熟 上行精会很熟了以后呢 这个时候你再去看其他的书 不会迷惑 不会迷惑 不然的话你迷惑了 你认为身体总法写的是对的 以后你看到小孩子的时候 这个冻窗 你就给他药粉 你就不晓得 应该 你如果药粉可以用 应该是足迹在 当归士尼汤上面 先给小孩子吃当归士尼汤 同时给他外敷药粉 然后当场就好了 你知道我意思是吧 所以说 我一直不再推荐很多书 给大家看的意思 就是说 我希望你们上行精会很熟 上行精会很熟 用这个做你的根基 很熟了以后 这个时候你再看其他的书 就不会迷惑你 就不会有错误的 这现象产生 好 这是干浆负子汤 好 是一个旧蜜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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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